大家好,我是上法巴库宁 那上次跟大家讲的what 大家是否有学到一些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日文助詞 那的一个用法 那介绍完what的用法之后 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 那的用法 从前次所说过的 那的用法比what更为复杂 我将它分成以下四种意思 一,它有限定的一个意思 前面有提到what加疑问词 用what加疑问词的句子 必须用what来回答 也就是说想知道的在后面 那用疑问词加nga问的句子 必须要用nga来回答 想知道的在前面 那这种nga的一个用法叫做限定 那用来表示在说话单场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只有什么什么才是 我取得翻译 我取得翻译 那应该好きですか 喜欢什么呢 猫が好きです 喜欢猫 也就是说 只有猫才是我喜欢的 第二个 いつがダンジョビレスカ 生日是什么时候呢 11月11日 ダンジョビレス 它的生日是在7月11号 也就是说只有7月11号 才是我的生日 限定的用法在使用上有一些限制 这部分欢迎大家来问我 你也可以学到更多书本上或老师不会教的一些东西 第二个就是现象描写 所谓的现象描写 就是把一些无关的一些感受或已经发生的一个事件 预定等等 跟别人诉说 现象描写的 那常会在对话文章的第一句话中所出现 最典型的就是 大家已经一定很奇怪 但为什么第一句话之中会使用 而不是使用 挖呢 因为使用挖表示主题的时候 其主题必须是 听说话者 脑海里面都存在的 共同情报才可以 如果在这个听话者脑海中 尚未存在 有一个老爷爷啊 老奶奶的一些情况之下 说话者一开头就跟 听话者讲一个老爷爷啊 老奶奶怎么了 那听话者会觉得 你有事吗 怎么这么突然 莫名其妙啊 所以说话者要用 要先用挖 来描述现象 把老爷爷 老奶奶 这 这个共通的情报主题之后呢 说话者才能以 哇 来说明 听话者也才会知道 我说话者到底想要说些什么 还有说明些什么 b 对 啊 开了 啊 第二个 昨日 有女人 女人が 話しかけてきました 昨天 有个女人 找我 大善的一个意思 第三个就是 附属句 前面有提到 挖的影响范围 是从句子头到句子尾 而 挖的一个影响范围 是指到句子中的一个名词啊 条件啊 原因理由等等 我举三个例子 私は電車が遅れた時 バスで行きます 私は電車が遅れた時 バスで行きます 也就是 電車霧点的时候啊 我會搭巴士去 第二个呢 私は時間があれば 旅行に行きます 私は時間があれば 旅行に行きます 也就是说 如果 我有時間的話 会去旅行 那第三個 雨が降ったために 試合は重視になりました 雨が降ったために 試合は重視になりました 時間がある インターテルスで行きます これが降った時 雨が降ったら 雨が降ったら 遅れちゃう これは降ったら 現在才能成為一個很完整的一個句子 第四個我們稱之為狀態 那還能用來表示主體的狀態啊 跟狀態的一個對象 用文字說明會很難懂 我們來直接看範例吧 範例就是 李先生的指甲很硬 然後第二個 我很喜歡你 就是喜歡什麼呢 也就是強烈的表達 是你 你是喜歡這個狀態的一個對象 由於這個 哇跟尬要詳細解說的話 會顯得顯化家常 因此本篇教學只針對 哇跟尬主要的重點做說明 另外雖然憑感覺使用這個哇跟拉 並不會導致後續無法學習日文 但如果能掌握哇跟嘎的意思 就是其他的用法 就能大大的提升這個文章啊 寫作啊跟 讀解能力啊 特別是二集以上的 讀解啊或 論文寫作的時候呢 只要人正確的理解 哇跟嘎一定能讀出文章中 作者他真正想表達的一個訊息 也能讓論文啊跟協作啊 充滿一些感情 那以上是三爸爸的一個日文教學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先按讚並分享 然後開啟你的小鈴鐺 不要錯過三爸爸的每一個影片哦 拜拜